各位同学,大家有试过,有些东西你每天都要做 但是你偶尔会忘记做 原来在iPad上有一个App叫Shortcut 是真的帮到大家,叫iPad提醒你做某些东西 又或者有些东西你经常要重复做 你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Shortcut 这个App就一次过帮你做了几个动作 我们一起来看看,在iPad上都有,iPhone也有的Shortcut 进来这里就会看到一堆已有的,就是帮你设定了Shortcut 我们先看Gallery,上面这里Gallery 有一大堆是帮你整定了,你可以import或者汇入到你的iPad 整定了,原来很多选择的 例如洗手播音或播20秒钟,你按了它 这里其实是一些指令来的,电脑的command 不过是iPad上面的command 按Shortcut就可以加进去你的手机 就可以随时是run的了 我现在加进去吧 我的Shortcut有一个Wash Hand Music 如果我run这个Shortcut Wash Hand Music 它就会播放20秒钟 好,我们试试 playing洗手的Shortcut 按下它,便应该播放20秒钟 即使很多 glamour 过了20秒钟它就自己会停 它是由几个command指令所组成的 或者是一个script 但你会看到里面其实是一堆的指令来的 例如有三个 Music,Play,Shortcut,Input 就等待20秒钟 其实好像我们在scratch里的command Playing就会播 我们会尝试弄一些shortcut 示范给大家看 其实有什么可以用来设置在iPad 让它到时到后会提醒我们做某些东西